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这个署名顺序啊 你们两个小姐妹自己现在好就完了吧 维安她 脾气不太好 以前我都算了 署名都让给她 维安 怎么是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刚才说亨廷顿舞蹈症 生病症人是谁啊 一个远房亲戚 最近刚确诊 我来这里是想争取参加药物试验的资格 那你应该问我呀 我爸爸才是负责HGQ39的 怎么找到云晨这来了呢 我给你留言了 你没有回复 是吗 我没有开心消息通知 没看见 小冉 温教授那边 你刚才说了一声 维安的事你也多伤心啊 当然啦 维安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的忙我一定会帮的 贺教授 这样说有点像邀功 但事实上咱们课题的设计 和实验结果的讨论 大多数都是我做的 只是平时学生会太忙了 所以才托维安来向您汇报 我需要拿这篇论文去参赛 所以我的署名就必须在第一位 是你说得这样吗 我可记得 是人家苏维安一个人 经常泡在实验室里啊 那就是我运气不好 每次我泡在实验室的时候 何教授您正好没看见 这个署名顺序啊 你们两个小姐妹 自己现在好就完了吗 维安她脾气不太好 性格又有一点霸道 我上来又不喜欢跟别人争强 以前我都算了 署名都让给她 但这次不一样 何教授您就帮帮我吧 这个真的不太合适 对了 何教授 还有一件事 我爸爸马上要启动一个 大型的跨学科临床研究 正在找外面的医生一起参与 我爸爸还特地让我问了何教授 您有没有兴趣加入呢 你爸爸 不是 温主任 温主任知道吗 怎么能不知道呢 您可是我导师啊 您的学术水准 我可是天天在我爸爸面前赞不绝口的 这样啊 那小温主任问好吗 维安她脾气不太好 性格又有一点霸道 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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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开心了 没想到我们还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我以为这一辈子啊 你都不会理我了 维安 你不知道你辍学我有多羡慕你 学医可太卷了 人人都拼着学习 当初你就是最卷的那个呀 说放下也就放下了 从此脱衣地评讲 竞赛 论文的苦海 怎么样 拉卡亚好玩吗 好赚钱 赚钱 那不是很穷吗 能赚到钱吗 就是因为那里落后 所以我利用了一些信息差 找到了一些赚钱机会 我就说嘛 华人差点淹没了一个女巴菲特 不过说真的 维安 我真羡慕你 有这么精彩的经历 不像我 学一八年时间 都花在了考试和实验上 穷都穷死了 不过幸好 像我和云晨这种 医学施加出身的人 也没有那一种 给予一夜暴富的欲望 夫人 说两句 一夜暴富多好呀 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机会 一定要多介绍给我